我身为一个从来没有看过排球少年 甚至排球龟蛇都一知半解的观众 这部动画电影还是让我落下了眼泪 就算我不认识萤幕上这些角色他们之间的过往 也能从电影中那些回忆片段里面了解他们浓浓的感情 运动漫画招牌的热血当然没有缺席 但更多的是令人感动的成长 甚至可以说是治愈了眼魔的少年白 还有那个第一人称视角真的也太神了 让人屏住呼吸像是真的在排球场上一样 这集的故事是主角所属的乌野高中与树敌英居高中的淘汰赛对决 双方各有代表动物的乌鸦和猫 被称为垃圾场的对决 这是一场他们怎么说的不能重来的比赛 一场比赛下来一定有胜也有败 很特别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点 这部剧场版将主角给了输球的那一方 毕竟失败或者是成为输家 是生活当中更多人会经历的 尽管萤幕上还是呈现了比赛两方 你来往往的精彩对战 每个角色轮流表现各自都有发光的时刻 但我真的很喜欢的是这个故事 描绘了主角在这场比赛当中 找到比输赢更重要的快乐 或者说热情吗 虽然这一直是动漫老掉牙的主题 但很少看到用这样子的视角来描绘热情 所谓的热情是找到生活的动力 是不在乎成果无悔的付出 尽管有先天的劣势 尽管有忌不如人的悔恨 尽管冠军只有一个 但只要是对这件事情有热情 那便不会担心所谓的结果或成败 而是拼尽一切的决心便是所有 比赛结束前的那一刻便是永恒 热情可以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很不寻常 可以把无畏重复的每一天变出滋味 热情是昇华一切的调味剂 更应该是我们确保自己拥有的那一份心情 推荐你这部电影 剧场版《排球少年》《垃圾场的决战》